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有關於影片剪輯這一塊 那麼我相信老師們呢 都有用過一些剪接軟體 對不對 那教學的影片的製作 老師應該也都蠻有經驗的 可是 沒有人太想做 為什麼 有沒有感覺很浪費時間 對不對 因為你要花蠻多時間 我整天講講的就好了 但是呢 其實以我自己來講 我自己 上課錄影 應該可能有超過快10年了吧 所以呢 我所有的課程我都可以回做 因為老師也會忘記 所以有些時候 其實看起來好像我做的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呢 對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們教的領域還蠻多的 所以有些課程 我一段時間沒用了 我也會忘記 那我忘記了 我就回去找過去的我 教我 那這樣子呢 因為是自己教自己 有沒有感覺 我們的理念相同 又是同一個人 所以 感覺起來 他講的我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我會像這樣 我覺得說 對我自己其實也蠻有幫助的 那當然對同學來講 老師上課有錄影 因為 老師都知道嘛 都當過大學生 沒有翹過課的 很難 但是呢 有翹課之後 他要走補課 平常如果老師沒有錄影 當然就 過去就過去了 自己努力嘛 但是老師有錄影 他 技術性翹課 他就知道 要教作業或幹嘛 他要看的 就自己上去看就好了 那也因為我錄的影片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都會有歷史教學影片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提供我的歷史教學影片 先給同學 那他們如果有時間了 自己要預習就預習 那就可以看 所以你看 我們在教學上 如果可以先預習 課中 上課再聽一次 課後再複習一次 這樣 是不是最理想的狀態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是我自己努力的目標啦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Value 有沒有 老師知道他來自哪裡 應該都沒有人聽過這個吧 連念都要怎麼念都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他也不是威力導演 也不是惠真惠銀 也不是premier 大家平常熟悉的那個軟體嘛 好 那 這個呢 來自 亞洲四小龍的一個 叫做韓國 好 那其實這個軟體 其實他已經推出應該有三年了 我大概用了兩年吧 兩年左右 所以我現在自己部落格上 就是 如果不是以上課的這種 即時錄影為主的話 我是 寫文章裡面的 大部分都用它 就是它會成為我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特別 跟老師介紹這樣的一個軟體 是因為 平常我們的 剪接影片 都是以影音為主 也就是說應該說 表演為主啦 好 表演為主 那 所以說 我們在看這個影音剪輯的時候 你都是看影片 然後聽聲音慢慢的解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這也是 老師不太喜歡做教學影片的原因 因為要很花時間 可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把 剪接影片的方式 變成像什麼 變成像老師在用過的 在用一般的文書處理一樣 你有沒有感覺 這樣接受度會高一點 這兩個字多講了 Doc 就刪掉就好了 這裡少一個我就 插一個進去 這兩句話 前後講錯了 或者講顛倒了 我就 拖曳下來 交換一下就好 就跟PowerPoint一樣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子 一聽之下 好像比較輕鬆 可以嗎 而且呢 這個 它 還有AI的部分 也有AI的部分 包括 跟我們 CheckVT一樣 您只要給它 適當的內容 它就自動幫你產生 影片 裡面的 這些圖片啊 影片都幫你找好 都幫你產生好 這樣 是不是就比較OK 對不對 再來如果老師不想出聲 裡面也有AI語音 如果你不想現身 也有代言人 所以呢 這個軟體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是今年才推出 1.0版 在前面三年 其實都是零點幾零點幾 我一直在 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這個軟體 到底要怎麼活下去 怎麼那麼久的 都還孵不出來 終於今年它變成1.0的 所以其實 蠻特殊的 那 像這樣子 我們的宗旨就是希望老師可以比較輕鬆的打到你的教學影片 好那我這樣介紹完了 您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一樣會做錄影 好所以 那個影片的連結我已經先準備在這邊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話呢 就回去有需要您再 就是 參考一下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 您還是先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常 聽到常接觸到的大概就這三個 對不對 好除了本書大家沒有聽過的話 威力導演已經聽過 這在校園裡面也蠻多學校都有買的 另外一個 對岸的 對不對 也有不少老師在線上 也有在 錄影片分享 但是 我想 大家對於這個 檢印的話 應該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顧慮 為什麼 第一個 一打開就 簡體中文 不過說真的 檢印最近也推出國際版 還有 反體中文 所以 反正如果你真的要用啦 你就用國際版就好了 就不要用對岸的那個版本 但是 這幾個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第一個 威力導演是要付錢的 對不對 好 那學校有買很OK啦 好 那第二個呢 你看到的檢印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雨系的問題 事實上檢印最大的問題在什麼 版權 為什麼 他其實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Vertu裡面的 那個叫做 圖文成本風 也就是說你只要給他文字給他 這個內容 他就可以幫你生成這些東西 可是問題在於什麼 他生成的這些內容 是網路上隨便抓的 所以 這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版權 來源的一個爭議 那所以我們就不鼓勵各位用他 雖然他 他 我們不可否認他是第一個 影片剪接來你推出這個功能的 但是因為他想要快 所以說就是 網路上就隨便抓這樣子 好所以 這個即使在現在 就是新版本 他還是用這個方式 那因此我們 沒有很鼓勵大家用這種方法 好除非你的 東西就是個人 自己私人價值用 那就OK 但是如果你要在教學上 或者甚至公開的 萬不萬不可 好嗎 OK 那再來呢 Valoo這邊 他其實也有免費跟付費 好現在也有 就自從他推出正式版之後也有 但是我想免費的這個方案 應該就忙過老師使用 所以您就可以先嘗試看看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這個 就是先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呢 您曾經用過檢印的 我也建議大家就是 你既然要用 假設你真的要用他 至少你就換成國際版 因為國際版換個名字叫 卡卡卡 這樣人家就沒有 呵呵呵 就不會覺得你是用他 再來就是第二個 他最近已經推出 反體中文 也有限杖版 啊限杖版我跟各位 報告一下 老師有沒有用過卡馬 有對不對 那你應該知道 現杖版的卡卡 就長得跟卡馬一模一樣 所以呢 只是變成 現杖版的影片剪輯 這樣了解 好所以 其實現在有了卡馬之後啦 其實我最近有常 應該說這幾年我也常常講卡馬 因為 真的很好用 對不對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 就是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 彼此搭配的 好 那 我在部落格上 還有就是 很多的演習 我都會介紹這個合作 好 第一個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老師提到的 他本身就有什麼 就很方便的這種 尤其是 他是我們目前 唯一我找到的一套啊 就是以語音字幕為核心的 新創剪輯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以 就是影片為主 所以說如果你是表演類的 或是劇情類的 當然用傳統的方式 就是剪輯OK 可是以我們老師的一個 教學的情境來講 包括訪談 包括就是上課的教學 是不是都是以語音為主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做剪輯 用這個 速度會快非常多 即使呢 以前你看喔 像我們以前 後來就有這個 像 剪輯影片來講 老實說除了剪輯比較麻煩 我們最後面有一個動作 是很 枯燥無聊的 叫上字幕 以前認真 再重新拼好幾次 然後慢慢打出來 然後後來呢 有了什麼 Google 跟剪輯的這種 所謂的 機械式的 自動辨識 有不錯了 但是 還不夠好 所以還是要很多時間修 好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會有 跟各位帶入 上禮拜有提到的AI 好 這樣呢 你會發現你剪輯 因為 字幕正確率 更高了 所以我們要做這一塊 就會更容易 好 所以這個呢 您先看一下 在簡報的第四頁 有Valoo的 官方網站 跟那個 線上體驗版 它都有繁體中文 本來就有繁體中文 所以您都可以用 那 如果呢 您要使用它最完整的功能 您需要下載安裝 但是呢 最近 它的那個 線上體驗版 以前它的線上體驗版 大概只能用差不多 60%左右的功能 但是呢 最近它有改版了 所以呢 它已經把這個部分 提升到 可能 你可以用到 85%到90%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老師 您今天可能是帶平板來 沒有關係 至少您可以用看看 好 就是說線上直接用 只是線上版 它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不能輸出 不能儲存 因為完全上體驗用的 這樣了解 好所以如果你單純要體驗的 其實用這樣就好了 就沒有關係 好 我們請大家呢 您先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在這裡 第四頁 簡報的第四頁 您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它有Windows版 也有Mac版 所以呢 您就看 老師您自己的情境 自己按下載 您可以先把它下載安裝起來 那待會呢 我們會先從線上體驗版 先體驗一下 好所以您先把它下載 檔案大小應該好像 兩三百MB 所以 如果是無線的 可能會稍微 等一下下 好那最近 現在新的應該是 1.61的版本 1.61其實這個軟體更新的速度還蠻快的 就是它大概可能幾天啊或幾週 可能就會有一個小改版 所以如果安裝起來之後 下次再打開 它會告訴你 又有新版本 好所以其實它更新速度真的還蠻快的 好 245MB 好所以老師呢 您可以先下載一下 那如果您下載好了 我們待會再安裝沒關係 好那 那 另外一個呢 老師您可以打開我們上面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體驗 或者您從簡報裡面直接打開線上體驗版都可以 這個呢就是直接線上體驗打開就好了 所以如果您是用平板的 直接打開就可以用了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你看我把它點進來囉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體驗看看 看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用文書處理的方式 就可以來剪接影片 好嗎 謝謝 給您 谢谢大家